上一堂課這樣講有請坐 大家有一個概念 講講義我就比較緊張 講講義就比較緊張 自己聽說也不錯 大家要聽句就寫了 等一下要回去他後面有講義 你們可以回去就能夠複習 我把它寫得清清楚楚 你一看就一目了然百萬 然後裡面的名下我都會做解釋 最主要呢 現在本就是要讓大家 永遠看經典的實況 我在台北在看的時候 我才本給他 他都要看那個 這個這個這個改稅 都不看過 那如果是這樣 你這本就看過 是不是這樣 永遠做參考 是這樣 所以這樣要有一個比較好 不然我現在拿一本給你 我照顧給你說我沒有東西 其實也不是這樣說 要看什麼人去延伸 是不是這樣 有那個東西你就做那個東西 我們剛才呢 跟那個阿里達尊責 他修行的過程 在教理上 在告力上 在鎮量上 都介紹 這種人 我們不是比較會相信 是不是這樣 要怎麼改善 同樣意思 我們在社會 要把我們的孩子 帶來有一個老鼠 保守的時候 他這樣經驗 我們也都調查 這個老鼠 他的天堂 到底是怎樣 同樣意思 我們這個 習慣性 我們後來死人 生生世世 我們有這個鎮量 在修行 剛才有東西 我們就比較迷信 我們現在來介紹 阿里達尊責 他在教量上 在正量上 達到某一種成就 他為了佛法試驗 利益眾生 這個區域 來做一個說明 這樣看 第六頁的第一行 以聖教所做 世中分二 以印度所做是離 藏中所做是離 聖教就是佛的人教 就是經典 佛的教法最主要 是讓人家離苦得了 阿里達尊責 在這邊呢 也依了佛的教法 然後做修行 成就了以後 他才能夠利他 有人在說 說佛理心 要顧好 也要自己的身手 才有幫助別人 所以他自己的身手 小生的心態 有什麼不一樣 這也是智力 會說的是不一樣 如果你自己的身手 自己的身手 自己的身手 你是要怎樣幫忙 這叫做智力 這叫做智力 小生裡面的智力 自己的身手 就好 但是他為一個眾生 要生情 活動 是不是這樣 這就不一樣 他為了眾生 當然要 無心中 自己要充斥自己 他是為了眾生 而充斥自己 達到自己某種程度 才能幫助別人 反過來 是這樣來談的 所以跟小鎮那個觀點 是不一樣的 就好像一個母親 為了要讓自己的小孩子 在英文上 有所進展 他是不是偶爾 要學一下英文 是不是 是要幫助孩子 演英文 能夠更老練 所以 護母親 就是學英文 他學問的目的 不是為了自己 是為了孩子 但是為了孩子當中裡面 無心中 是不是為了自己 就是這樣 所以這樣就可以了 很多人在這個界線 沒有拿來清楚 那是不對的 以聖教來的 做他 所作利他的事業 分成兩個階段 來說明 第一點 就是在印度方法的 這個需要 到底是經驗後如何 他也會做一個介紹 第二點 在西藏中 或紅法的事業 到底做了些什麼 一一的會做一個簡列介紹 經初指的是 以印度所作的事業 這一點 現在我們要講的第一點 以聖金剛座大菩提士 曾經三次以法杖拜外套 二論主持佛教 阿里加尊者一敵印度 這聖金剛座 這個金剛座呢 就是在印度的佛提加亞 這個地方 如果各位有空的時候 可以到那邊去走一走 因為那邊就是佛神佛的地方 這個還在 很多人經常到那邊去朝聖 聽說 聽說他那邊的磁場 是非常地窮 可以一條新的地方 你幾兩次 你幾兩次 啊 讚嘆讚嘆 我這輩子媽一樣 都想要去 所以看一看你還是最有福報的人 這個金剛座呢 大菩提士 金剛座旁邊有一個大菩提士 阿里加尊者當時就在哪個地方 關修法的內涵 但是金剛座這個地方是印度的佛提加亞 也是佛成佛的地方 但是在印度當時有個習慣 有個風俗 他們宗教性內外道會產生一種辯論 來圖書他們教理的通道 他們那邊在辯論裡面會幾半 內外道既有大辯論 那辯論呢 他們往往會 如果輸得 你要辯論輸的人 輸得這一方呢 你的徒弟 你的試驗 你的信仰都歸他管 唉恐怖恐怖 你如果說什麼 你的生意都給我就對了 唉嚇死了 那有一天呢 他這邊有談到說 曾經三次以法造敗外道的惡論 什麼叫惡論呢 就是惡見 譬如說外道 他的解脫跟佛法的解脫 他是不一樣的內涵 那火他的解脫就是你處理善見 把煩惡給斷除掉 惡道他不是 他只要生天就是解脫 或者他不要動入三惡道就是解脫 他們解脫的定義是這個 外道的惡道 外道的惡見說沒有前後事 不三是因果 甚至 他們說整個世間的人 沒有一個智者像佛一樣 沒有這種人 能夠了解整個法界的法 有世間法 出世間法 能夠掌握的這麼清楚的人 沒有這樣一個那麼厲害的人 他不承認 而且他們以為他得到了天人 後離開了三惡道 他就是解脫 這個以為就是他們的正法 他們最書正的法 所以他否認一切 但是在佛教來說 為什麼是惡見呢 因為他沒有相信三世因果 他是邪見 是不是 那麼他說紅的法不是解脫法 既然不是解脫法 他灌輸人家的概念是不對的 就是這樣 所以阿里加尊者 他三次仗敗外道 以法來仗敗外道 是顛倒惡見 住持佛教 佛教這個法 跟廣泛的流傳在整個世間 我們可以講一講 他三次的辯論 就有一個外道 有一天他知道佛教界裡面 有一個赫赫有名的阿里加尊者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阿里加尊者 他掌握的好像是很多的鑰匙 好像150支還108支的鑰匙 整個印度很有名的外道 都被他管理了 厉不厉害 鑰匙都來了 一堆 車子是到底 佼佼著 這個外道知道阿里加尊者的厲害 他來跟阿里加尊者說 阿里加尊者我要找你辯論 有一個題目 辯論書者所有的資產 所有的生意都歸他管 你跟他鋪地都歸他管 你的信仰都歸 要信仰我外道 你說行不行 阿里加尊者說 好啊 可以啊 但是要國安作證 他們那個辯論非常的正式 有一個生小孩就對了 半家 鋰匙 這不是 蛤 對不對 有一個 不是玩家家酒 阿里加尊者說 阿里加尊者說 好 但是這個外道這個論詩非常厲害 他們厲害什麼樣呢 人家有名 簽的都名牌 出門的都叫車 對了 都有一個穴頭 他的穴頭是什麼 十三把散蓋 你看國安要出來 聽說有散蓋有沒有 散蓋就是代表什麼 崇高 光榮 勝利者 他踹呢 可以十三機的散蓋 表示他跟人家辯論 十三次都是贏的 他從來沒有輸過 這種人厲害不厲害 厲害 結果跟阿里加辯論的時候 結果呢 就辯論輸了 被阿里加給想我的第一次 這個人也非常有風度 後來他把十三感 十三把散蓋的榮耀呢 就歸於阿里加辯職 而供養阿里加辯職 然後就出教 他的徒弟都跟著學佛 風度真好 人家人的中間 你似乎有批評到的 就是風度 這個批評就是 就是反臉嘛 然後第二次的辯論呢 有一個是七把散蓋 比他少一點 但是他們所持的那個劍 有點不太一樣 太早阿里加辯職辯論 阿里加辯職也依然答應 很快就把他消不掉了 他最厲害的就是第三次 這個是最厲害的 他擁有五把散蓋 但是這一位呢 他的英明學 邏輯職真的是很厲害 所以他是最厲害的 也是這個 他雖然是五把散蓋 不代表他比較弱 但這方面的意境非常的高 找阿里加辯職辯論 結果阿里加辯職辯論 剛開始那一場聖會 人山人海 麻麻就對了 結果呢 剛開始變的時候 那麼多人都要來看看到底 是誰贏 變到一半 跑掉一半 是怎樣 因為越變越有 聽到沒有 聽到沒有的時候 沒到那裡做什麼 太無聊了 那幾個都要走 變到背了 像幾個人 因為 變到無際隨著的時候 一名隨著很深 聽到沒有了 聽到沒有了 還要聽下去 這叫走到沒有幾個 他比較不一樣 這個外道 還是被阿里加辯職給想著 這樣一個聖者厲不厲害 我們隨著一步論 就是他做的 你看他的次第 井然分明 有厲害嗎 即以自不上下聖教 所有為他協解以後 諸俄過會 易善除淺 而鴻聖教 請問 人家有協志協健 有喔 對不對 我也有 無數以來 我們中國都這麼過了 是不是這樣 我們老的身份 都大人都走過了 天上地下 天上的公典 對他沒有什麼意義 這別走在勝算 對不對 但是我們不可以說 孫害的人獲報 那些人獲報 那也是一個讚 我現在說 過期無數以來 這樣輪迴當中 天上天下 到處走遍了 沒有一個地方沒有住過 這樣一個人 他既然到處走遍 他什麼也隨過了 是不是這樣 你怎麼中國也討過 所以 我們還有那種的禁忌 有那種的官僵 有很多的邪志協健 不是外道才有 今生我們可能 家滿天 我們是佛教徒 他們過期都出過的人 所以他們的威夷非常好 他的貴氣很重 是不是 而且他福報很大 但是他這次 你看大膽 大膽 他有在學校 沒在學校 為什麼 他沒在學校 他學不到東西 然後他的內心 回向錯誤 他的內心 動念錯了 想到民文立洋的事情 因為他生民文立洋 可以讓人 會不會去就對了 所以你看 這次人 這次人出家 後來人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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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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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跟他作為 生盤 跟他密切的生活 你根本搞不清楚 外表出來 我出家 我當然是講得很好聽 但是我內心怎麼想 你搞不清楚 同樣 你可以檢查你自己 你是一個正派人士 但是你內心怎麼想 誰知道 一樣的 所以 這個心 看有恐慌 沒有 真的恐慌 你要讓設計 讓你那台 你都不知道 你要讓他進行 你很感恩 讓他知道 他是大台人 好嗎 好嗎 謝謝